来一下时间什么时候 2015年,看看时间点 是8月20号凌晨3.38分 我们看看是不是小小的一段 有一段时间没有录影的方式 Dust in the Wire 这是野外的鸭子 其实鸭子怎么去区分呢 那燕鸭 所有的燕鸭 燕鸭家 那是燕跟鸭 它这个鸭子,燕鸭客其实很早期就被归成 都是同一幕的,我看看 那我记得这1998年买的这本书 里面做一些功课 我还做一个很仔细的功课 什么功课呢,看看 全部都讲鸭 那鸭子跟燕鸭要怎么区分 其实很专业的问题 其中其实有很多东西 看了很多东西 我当年整理的笔记 主要是把从学名的泥脑里面 抽丝波姐 筛选出一些通用的英文名称 英文俗名 因为俗名非常重要 学名反而来不得 比不得俗名来的普遍 跟知名 当然 与知名 Universal通用性的当然是最重要 所以 那是学名的考量 俗名的俗名非常重要 那如果说不在研究范围之内的话 该沟通 那谈而容易 那学名 等于就是挂书带这种东西了 看看这些东西 我看看 好 那就是分个三页吧 这个东西 那这前面tribe 那tribe就是 有分个分门别的 基本上有几个tribe 7 那三只一身 我看看 大家看看这三 三页的话 我们过了1分51秒了 在这 那用红线标起来 大概就是同样一个label的 三四页 ok 是一分分 7个tribe 和tribe 是十足的意思了 7个分支 分支 分支下面呢 那 我当初呢 我还记得 我印象非常深刻 当初整理的目的 就是把那个通用性的英文俗名把它列举出来 从学名的尼闹中把它拔出来 那怎么拔呢 你看看 这东西 那不可能只是名度的一些转换而已 那里面做一些笔记 有重要的笔记 我就说 那我们先写澳洲 我们看到澳大利亚 Africa South Asia Australia Africa East Asia 美国东南部 南的加拿大利区 续养呢 也有重点重点 Moscopie 那是红番鸭了 是吧 好 一之一呢 那一 是哦 74 Tribe Sherdax Sherdax 箭 跟鸭子很难区别了 是吧 那比较 精细的范围里面 就非常难区别 基本上 呃 只是名度的对照而已 没有做太深度的 太多笔记 75 那 重要的那个 俗名的 英文俗名都有写在上面 那 学名的话 后面有学名对照 俗名就省略了 就有个大写 打一点 然后后面是 那是学名的 那 那个 呃 是 两个瑞角形的 那个 呃 框框呢 那是 学名的部分 学名之前就是俗名 Rosie B 你看 Picmin Geeks 那后面的 Netpost Aix 相关的 如果三分四十八秒 我们都看快一点 大概 我这只是做个介绍而已了 是吧 我当年非常用功啊 那那那几个晚上都熬夜 完成这个东西 那不完成的 是不怕 是 不甘休的 是啊 那时候是 一股冲劲嘛 那时候 是 大概 主要的这个分布地点 是动物地理的范围 分布范围啊 都有讲到 树压 那有参照不同的 不同参考书 就是比较 比较学术性的参考书 那时候还不会用电脑 那还没有电子设备可以 可以运用 所以现在非常方便 那有的东西呢 给梗盖出来 那很容易就可以找到相关的图案 是吧 后面还有一些 最受欢迎的 Corpus 是猎鸟类 这边就是 33 后面的那么多分类 主要是因为后面就是 大宗的 大宗的 放最后面 一般的分类的大概 都是有这种倾向 最大大宗的放就后面 Aiders 读符 在这边 Scoters 各式各样 这秋沙鸭 Corpus 有的 台湾没有中文翻译 因为本地没有产生的东西 没有中文翻译 译名 参考好几种不同的参考书 主要是归在这边 那有的是 我当初做一些笔记 归两个这边 EA科的一些论文 学术论文 主要就是这一本书 Magic Waterfall 水情类 很精彩 这非常有趣 Jones Scott 学习这本书 很有意思 大家看一看 主要内容 特别不同的水 水鸟类 上百种有了 Rentier 哪里 美洲的那个地方 玻璃威亚地方 我看 Steamer Dox 是哪里 看一看 后面的地方 南美洲 看开点 翻多一点 非洲南部 南美的北边 Sorland Porcher 你看这些亚洲大陆 西边 西南美亚洲大陆 Red Crested Porcher 可见的是台湾就没有了 即使台湾是猴鸟过境的 长期期地带 但是还没有 没有它经过的范围啊 特别东西 marble tea 它是在哪边 那在黎海 黎海那附近呢 是 特别的 大概再告一段 待会我们可以的话 就每一个东西都可以过去 就是 Google一下 看那个YouTube的 电脑档案 就非常有趣 可以再告一段 6分42秒